她不是熟女 是成熟女人 緊張那個女人 Well done Well done woman 對上我們目睹過你的牆 應該在Touch Me演唱會 病了 開不了聲 但依然在台上演出 回到台後 大家看到你的心痛 你看第一場 第一場是最災難的 那一刻我替觀眾難受 比自己難受 誰知道 給我的回報是這麼大 第一場之後的回報是很正確的 我入到後台還看到你 抱著你 我哭了15分鐘 但每一個在場的人都替你心痛 因為大家知道你的辛苦 但你繼續要撐下去 每一個人都很想說 不如你不要唱 或者不如安排明天是否退票 但你是堅持下去 那種等你 感受但又等你辛苦 其實我一句退票很容易 但其實帶來很多麻煩 很多人為了買我演唱會票 已經很慘了 原來你即時想到其他人 我會想到觀眾的不便 反而我哭了15分鐘後 有一種痛還是私痛 我先解決問題 就開始調配回報 開始再看怎樣應付 第一晚之後 我上網看觀眾的feedback 其實很多99.9%都是給我的鼓勵 但你想想當日她是病 晚上還不休息 還去看網上留言 其實是睡不著的 因為情緒還未睡得著 還有七場要撐下去 其實自己也有點擔心 自己的聲音狀態是怎樣 因為第一晚看到有多差 但我覺得是這個愛 令我可以持續 我想我這個堅持或信念 我覺得是正確的 如果我這樣問 今天的鄭秀文 是否已經沒有什麼 令你恐懼 那是否正確呢 真正大恐懼 真正大恐懼 真是沒有